香港这片福地近年来,先后受修例风波及新冠疫情邮论,经济受影响之余疫疾外整体社会的发展,有些港人觉得香港福地这个光环已不再存在了,不者对此并不认同。 因为今天的香港背靠内地,并非孤军作战,每次香港有难,祖国都会伸出援手。时次疫情,已可见一班。所以不者相信香港仍是福地。 2月底至3月初本港疫情不断升温。幸好最近有减退迹象。不者相信疫情高峰期已过。从不者公司确诊同事的数字作参考。 亦已见到疫情从高峰期大幅回落。大部分同事已恢复并陆续返回工作崗位。生意亦明显比之前有改善。公司的工作气氛已回复正常。 没有之前的担惊受怕。大家懂得如何面对及调息。相信只要政府能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。流与买卖活动就会回升。 前阵指,市场充斥不利因素。如股市急卸令投资者恐慌。之后迅速反弹。幽累气氛才稍为缓和。俄乌冲突虽仍未达成停火协议。 但在鞭打鞭谈情况之下已有曙光。另外,美国联储局于三年来首度加息四分之一来。 并预期今年内会继续多次加息。无论是疫情。地缘局势紧张。股灾及加息。其中每一项都足以令地产市场价格出现大波动。 但参考不借公司的楼价指数。下跌幅度非常有限。由此证明业主普遍没有急切的买楼需要。更加没有资金压力。 参考数据。在本港130万户私楼当中。若有66.1%以公满按揭。因此大部分业主根本没有资金压力。 目前若有较大幅度的减价货。便确实属笋盘。笋盘在市场稍重即势。很快便会被吸納。因为精明的买家及投资者都会明白。在市场万念俱灰的时候。就是收集笋盘的最佳时机。